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在市长市政总咨询中 咨询基隆捷运 基隆到八堵这一段到底盖不盖呢 还是只是有梦最美呢 在这个基隆捷运 八堵到基隆的这个捷运到底会不会盖 到底会不会盖 然后就是说 到时候会不会是 就是你们贵党厂长很喜欢讲一句话说 有梦最美的希望梦 那我们基隆市民都一直活在这个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的这种标语 那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那我想本期今天是最后一次 八年来最后一次对这个市长您的一个质询 那我们市长你们什么时候 再次的一个提出这个计划给交通部 审定这个然后正式召开提计划给交通部 审定然后正式召开公厅会 甚至于举办公投让我们基隆人决定八堵到基隆 到底要不要盖捷运 一定要真正的彻底的把真相告诉基隆市的市民 开公厅会让全体的市民捐弃基隆市的市民整个了解 让基隆人自己决定到底会不会或者需不需要 捷运而不是每道选举 就是让我们这些政客去操作成为一个公共的一个假议题 那我请我因为待会因为今天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我请市长你简单要简答题到底会不会 基隆市长林又昌达巡使斩钉截铁强调一定会盖 第一个八堵到基隆段的这个基隆捷运一定会盖 那重点是要怎么盖 采取什么样的方案 地方必须要有共识 这是一点 第二点基隆捷运 并不是像过去 是地方政府所提出 现在基隆捷运是由中央来主导 所以目前规划是由铁道局来规划 并不是由基隆市政府来提出 这个请杨秀逸议员能够了解 是中央的计划 不是地方政府提出 那所以八堵到基隆一定会盖 重点是地方要有共识 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案 地下化 平面还是高价 那它的路线要采取 哪一个路线的一个方案 这是接下来需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 跟邻居公司 这样子中央才有办法继续往下做 谢谢 市长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基隆捷运也是你的证件之一 那也是你2014年开始选举 市长的时候你的证件 那现在你做到最后变成是 交通部的一个规划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应该讲的话 那本协希望 不要成为假议题是空包蛋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非常的 那是